我們紅豆水麻衣 所以要去吃一口 嘿 吃一口 哇 敲會很壞 今天是讓他出發到 這樣順便的現場 已經敲過30萬人了 高雄市長陳其邁在29日中午 出席大寮區農會所舉辦的 紅豆食品行銷推廣活動 陳其邁在台上頒獎表揚 創意料理競賽得勝民眾 也化身大寮紅豆代言人 與大寮區農會前總幹事蔡秦鋒 共同協銷當地紅豆 所產製出來的各項產品 大家這樣跟我們的公民 大家作為合作 啊 媳婦 一定跟大家站作為 所以 感謝 我們很多鄉親士大 大家都對我們的大寮的紅豆 非常有信心 吃好豆腐 變成我們台灣最好的紅豆 這個紅豆 可以說 是我們市政府 跟我們國民 利用的 跟所有中華 在我們大寮的 各種旅遊的好朋友 我們創造一個神奇 也說一個紅豆 這個紅豆 做不到一個東西 你知道嗎 我們裡面的創意料理 本來十中的創意料理 大家可以看看 陳清邁表示 大寮紅豆遠近馳名 甚至是總統蔡英文 都非常喜愛品嘗 因為大寮當地的水質 加上農民的用心 才能栽種出皮薄又香氣十足的紅豆 讓大寮紅豆特別受到歡迎 總統在這裡的紅豆 就是我們大寮的紅豆 因為 我都 從花媽市長開始了 我們都 固定在送總統吃大寮紅豆 我們吃大寮的紅豆吃到十元後 沒有我吃條的 所以 吃我們大寮的紅豆 如果吃完後 要吃其他 吃不到十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寮的紅豆好吃 所以 包括說 我們紅豆裡面 這個肥比較薄 裡面比較薄 比較香氣 還比較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寮的水 我們都是最好的水 市府農業局則表示 紅豆是高屏地區非常重要的經濟作物 高雄市就佔了全台25% 大寮區也是高雄紅豆的第二大產區 十分適合噴煮及加工制限 歡迎大家來購買推廣 香挺高雄在地農特產品